2015年即將進入尾聲 校內外都充滿了耶誕節還有跨年的氛圍 很多人可能都有過在耶誕節和朋友交換禮物的經驗 不過到底要怎麼樣挑選禮物才算是最特別的呢 接下來讓我們一起跟著記者的腳步 來看看台大交換禮物大搜查 前面說到這個交換禮物什麼 很無言 我還搜一件內褲超傻眼的 我也不知道那個人在想什麼 我收到最爛 我收到最深刻的禮物是一隻臭臭泥的公仔 打開竟然是他 真的很生氣 喔交換禮物嗎 喔我收過生的秋刀魚啊 就是還有血那一種 殺掉啊然後全部都是魚腥味啊 那你對送禮物的人說了什麼 聖誕禮物喔 好像 我好像一次都沒有人送過我聖誕禮物耶 唉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人要送我禮物 為什麼 為什麼 交換禮物是聖誕節中的重頭戲 精心設計的規則不僅能拉近朋友間的距離 往往也是年度最深刻的回憶 太有趣了 好我要搶 我要搶 哈哈哈 你爬怎麼那麼慘啊 但我好像一樣 爬怎麼那麼慘啊 爬怎麼那麼慘啊 快點快點快點 還有質感喔 真的耶 真的耶 好害怕 哈哈 哈哈 我還沒說好笑喔 令人印象最深刻的禮物 可能是最傻眼 最嚇人 也可能是送禮 送進心坎裡 我收過印象最深刻的禮物 就是這個 就是我在參加 零星素贏的時候 小組人送我的 他就在那邊 去年聖誕節的吃飯的時候 我就很不經意的說 好冷喔 那個人真的送我帽子 真的超感動 在好冷的冬夜裡 為彼此準備 被淋入那份心意 才是2015年的重點 用最特別的方式 好好謝謝身邊的人吧 開到友誼新聞 王追憶採訪報導